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台湾小吃夜市美食的英文 第一个介绍 车轮饼 车轮饼其实它还是一样 是台湾的小吃 所以它的名字是车轮饼 但翻成英文呢 你可以把它翻成说 像是wheel pies 或是wheel cakes 它有不同的口味 这个是cream 奶油 red bean 红豆 珍珠奶茶的翻译很多 像我们认识的bubble milk tea 也可以称它为boba tea 或是tapioca milk tea 还有pearl milk tea 这个是stinky tofu 臭豆腐 臭豆腐也有像炸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再加个fried stinky tofu 猪血糕 pig's blood cake pig's blood cake blood是血的意思 pig当然就是猪 它就是猪血糕 那像这个是不是香肠 那也有大肠包小肠 那这个是叫sausage 或是tauwanese sausage 然后如果有加米肠的话 那就是with sticky rice 先认识木瓜的英文 papaya papaya牛奶 milk papaya milk papaya milk 挂包的英文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挂包 但是你要说它是sandwich 或是说像hamburger 因为它们都是面包这样夹的 也都可以 但是它是用蒸的 所以可以说steamed bun steamed bun with pork 就是猪肉 还有它上面的香菜 cilantro 还有crushed peanuts 像碎的花生 那也有像花生粉 那也可以说powder powder 小笼包是我的最爱 最后一个介绍的小笼包 我们可以叫它soup dumplings soup dumplings 因为它没有汤 所以soup 那像这种包起来的 包起来的 像水饺啊 这些都可以叫dumplings dumplings soup dumplings 那如果平常有在追踪 老师的分享啊 教学分享 应该会常看到说 老师会做一些劳作啊 陪学生做 老师本身就很喜欢做这些东西 所以自己有去报名黏土课 所以刚刚那些都是黏土做出来的哦 那老师挑了几样来做介绍 其实我们的夜市小吃啊 夜市night market 还有street food 像我们是路边摊对不对 好 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那希望这样子大家就对台湾的小吃 用英文怎么说 会比较了解 那喜欢类似像这样的影片 也可以帮老师按个赞 分享 留言跟老师互动哦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